施政報告提出解決本港貧窮問題 先要制定貧窮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強調 當局會以入息中位數 作為定立貧窮線的標準 有期望設立具國際公信力的貧窮線 基本上是 大家都知道國際上 現在都是一般 如果你說歐盟 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這些國家都是拿過中位數 入息中位數 問題是拿一半 拿六成之類的做法 我們都說這是一個起步點 當然我們都會考慮其他意見 香港實際的情況 另外 在標準公示問題上 張建宗認為 立法訂立標準公示的問題 相當複雜 政府3月底前會成立專責小組 對標準公示進行詳實研究 推動立法 最重要的是凝聚社會共識 第二步我們會成立一個 有多方參與的專責小組 包括有勞資雙方 學者和社會人士和政府的代表 大家在一個平台上 集思講益 去深入探討問題 同時在一個過程中 我們一定要引發到 我們社會方方面面的人士 了解的問題 和社會的討論 從而凝聚一個共識 探討條條條條道如何走 張建宗又指 在制定有關政策時 當局會繼續聆聽市民聲音 真正解決打工仔需要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陳永三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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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